北京的驾驶员 出租车驾驶员能坎 也代表了咱们北京 这个历史文化的一种渊源 上次也是聊的比较多的 就是这个车 因为三年这个疫情 各行各业的人 都有他们各行各业人的感受 他们也愿意跟我们分享 前一段时间上午我送完客人以后 后来去了机场排队 机场排队上了一个老外 我就用我们英语比较简单 Hello 早上 Hello 老外说 师父 我去旺京 一嘴的北京圈 给我说愣了 我说好 咱们去旺京吧 我拉过穿韩服的 他们从故宫东华门 然后去在北海 俩人都穿着这种装装 像着那种格格呀 那种公主啊 2023就是重启希望之年吧 好多个行业呢 也是从这个困难时期 一点点的呢 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有这个开饭店的小伙子 可能是盲目投资吧 连贷款呀 再什么的赔的底掉 好不容易扛过这三年 自己呢又改变思路 哎 做这种快餐的这种行业吧 一点点现在也起此回生 哎 成一个小老板 感觉是一个翻新的变化 我们从机场来说吧 我们机场车站排队的时候 客人多了 客人多出差的多了 出差的多了 证明就是全国各地 跨区域的那个工作什么的 都已经用蓬勃展开了 另一个就是旅游的多了 一到节假日的时候 天安门广场 哎呀 真是人山人海边 然后家长带着孩子 都来看看咱们的一流的大学 那种景象真是挺繁荣的 今年就是说故宫 王府井 香山 这里有经典 火车站 宾馆 晚上洗个楼 今年年初应该是 90后坐我的车 他说我在机关待了两年 现在国家需要修铁路 然后去川藏县 也是刚结婚 他一句话就说 青年当有志 有志在四方 祖国需要处 皆是我故乡 为了川藏县 放弃自己的舒适生活 我是很佩服 是一个女人 我也是一个别家的孩子 我就是因为穿了这身衣服 我得对得起大家 您可能知道咱们的暴雨 有滞留旅客 然后我们组织全公司的 优惠驾驶员和共产党车队 去应急保障 他们从铁扎栏门里走出来的 因为他们有专门的通道 我们就大老远的就把车门开开了 帮助他们把行李放在了后备箱里 乘客可能就是衣着 我比较凝乱了 也不是特别的干净 就不好意思往我们公司车的座上坐 然后我们师傅说没事 我说我们在电视新闻证都看到了 说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无难 我们能够为您提供了一个温馨的服务 您踏踏实实做 所以那些乘客就比较感动 就是一带一路期间 我送贵宾去人民大学堂 送完贵宾以后呢 我就把车停在了天安门广场 当时天安门广场 就我们十多个车的司机 后来听了工作人员说 一会儿要举行降旗仪式 几个司机 然后陆陆续续就到了国旗下 这时候人民解放军三级民一档队 其实迈着整齐的步伐 列着队从我们眼前经过 有那种给心灵的震撼心肠澎湃 开出租车到今年快18年了 但是真是特地从心里喜欢这个行业 虽然说大家的印象可能是特别辛苦 但是在我有的时候感觉 我每天能够落在乘客 从长安街上通过走过天安门广场 这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待遇的 而且可以和天南海北的客人聊天也好 交流也好 能够了解好多新鲜的趣事 我感觉也很开心的 我们出租车驾驶员 平日里大街小巷 东奔西跑 运送的乘客是五行八桌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能为国家做点事 能为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非常自豪 我们去看看